新華年會大街不僅是新華年期孫節期間 真有代表性的活動記憶 也成功來帶動了新華的觀光效益 上後新華黨副議員臨全中在市政中期孫的時候就來表示 他建議每年新華年會大街的風景時代 可以調整為下午3點到在營業9點 讓新華公民在立時出門買菜的時候 可以不要受到活動的影響 他也希望市府可以合適到中西区進行家加立風景模式 來進一步帶動提供的經濟發展 上後市政中期孫市議員臨全中期孫市議員臨全中期孫 每年新華年會大街的活動就要到來 每一年都真心幾月出人百歲到拍手在一種電視区業 活動期間必須風景來記憶會有一個星期的活動 會議員臨全中議員提出 風景時代希望可以在下午3點開始到晚上9點 因為有民眾向他歡迎 上午時間開門新華老街要方便新華民眾出立 我們這個風景的環圍 像我們在這裡買風景到這裡比較好 是不是這個風景的時段是什麼時候 因為菜市場也在我們老街的旁邊 不會影響到我們民眾買菜還是團商 不是一個人說新華老街的風景的時間 可定是3點到9點 比較到負面就是我們地方 請負近在發展九九中英式西標示 將會跟新華庫公所來討論風景的時間 這部我們以往都給公所 都可以叫住家來做一個規劃 這議題一定我們慢慢的朝著 不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的原則 這個方向要留下 另外市區萬年專長也提出 過年之前新華年會大街外島 除了台東電風經濟 也有不照的觀光客人來消費 但是外島現場停車也是檢重的問題 希望市府可以在明年好好貴位一下 給這成交生市議會採訪博德